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川普政府官员早在8月就发出了支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防御性武器的信号 防御性武器没有挑衅性 除非你侵犯别人 而显然乌克兰不是入侵者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 本周国务院说批准了一项出口许可证 允许乌克兰购买美国出产的某类轻型武器和小型军火 例如半自动武器以及军用瞄准镜 但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不再齐烈 国务院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价值大约4200万美元 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贸易出口类似的武器 Aertronic是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·伯朗奇士的公司 我们生产的系统和华沙条约的军火相似 比如我们的精确健康火箭发射器就是其中一种 美国Aertronic公司的总裁理查德·万迪维尔说 销售的武器都在短程防御武器范围内 我们产品的使用期就像公司保证的那样是东部出产武器的三四倍 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射程更远更精准 万迪维尔没有透露他的公司和乌克兰所签合同的详情 不过他说美国Aertronic公司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紧密协调 批准美国国务院最近列出的房屋条款和服务清单显示 2016年美国批准向乌克兰直接商业出口价值270多万美元的武器 美国之音记者马特·维查克报道 素费对马克兰